欢迎收看依依的理想情人职业大调查 我是若薇 我是子鹏 今天非常厉害的来宾要来咯 是什么样的来头 你有听过全台湾最帅的牙医师吗 全台湾最帅 全台湾最帅 不盖你 等一下看了就知道 而且这一位相信大家对他一定都不陌生 我们荧光目前都常常看到他 因为帅嘛 所以要让大家多多看好 好久没有去考牙医 不然今天来宾就变成我了 你想太多了吧 想太多了吗 好我们赶快来介绍节的来宾 让我们欢迎 育生美学牙医诊所的院长 赵国祥赵医师 欢迎赵医师 好那赵医师呢 今天难得来到这边 我们刚刚要介绍一下他的学经历 厉害 我们大家看一下赵国祥医师的学经历 哇你看乐乐等有没有 乐乐等 台北医学大学毕业 德国法郎克福哥德大学职业专科认证 日本广岛大学临床牙科研习 台湾美容职业医学会专科医师 以及现任育生美学牙医诊所 院长 哇 所以大家想要给这么帅气的牙医师来看诊的话 就可以直接让育生美学牙医来预约 直接预约 可以跟院长预约吗 可以啊可以啊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牙医师这个特别帅一点 或者是像我去那种牙柱特别漂亮一点 真的心情会会好很多 因为平常看到那些机器就觉得很可怕好不好 所以就不要看机器就看医师 最帅男牙医师 分散注意力 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影片啊 还是可以来给观众朋友瞧瞧看 好那我们今天呢有准备一个快问快答 就是针对赵狗翔的牙医师的一些他的小秘密 来看一下 影片 我们影片 影片害羞 影片害羞 我要帮你拔牙齿啰 不要紧张哦 等一下赵医师 我现在很紧张 那我可以先对你进行实体快问快答吗 啊快问快答 对可以吗 因为我们要缓解一下情绪 呃好吧 哈啰各位贝拉农民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育森美学牙医诊所院长赵国翔 咬过哪里 呃手指 手指 圈圈 会痛吗 还蛮痛的 咬的当下感觉好像快断 呃有那种冲动但是忍住 没有人你就不忍住啊 不忍住我可能就上社会新闻 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帮一个小朋友看症 然后旁边家长一直说 你怎么弄错我的小孩啊 他是不是流血啊 我一直辞着你 一直辞着你 然后你心里就会 很多会黑人问好 你就会想跟他说 我帮你自己来看 所以是想打妈妈 又想打病 对想打妈妈 嗯不会 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 有义的 很有道德的医生 难怪我不能当医生 我小时候 神经就是我妈带我去牙医诊处 然后我哭着跑出去 对 我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变牙医 所以你就不能再放手打病人哦 因为我小时候也差点被打 所以觉得很常常 我就是会自己拿着镜子 然后自己对着 然后脚踩机器 然后自己帮自己洗 发牙是没有的 就洗牙 不住牙 这些手 不住牙也会 可以吗 天 不是 重点不是 不住牙 是牙医不住牙 我还自己帮自己脚枕 保守估计 还洗手 这好难算 少了 要去哪里 丢掉 丢掉 对然后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牙齿 我会留下来就是做实验 你会放在整理下 不会啦 是做成像可以挂起来 没有 不要叫 是 我们会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然后把它干燥 就是保存 会 这个部分会 因为我非常在意另外一半的牙齿 因为他有致死就很敢在一起 有致死可以 就是要给我爬掉 所以你不会知道他也没有 那他包在哪里面 会啊 我们就拍一次挂 非常困难的致死 我会有热血肺炎的感觉 我的包折又躺折哦 包折又躺折还不错 我的鞋子 我还觉得我牙齿有兴趣 就是我们切开那个牙肉的时候会流血 然后你看到那血就会挤 我曾经遇过一个病人 他来的时候他就说 照理说我跟你讲 我之前看的医生啊 都是什么协会理事长啊 什么牙医工会理事长啊 然后他技术很好 然后我现在给你看的哦 你不能弄痛我哦 然后你不能中间过程 让我感觉到很舒服 反正就是要求一堆 然后很凋酸 然后问题也很多 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展现出我们的专业 让他知道说 其实我们未来是当地市场的人 哦 听到我们的镜头 飞打龙龙才能在待遇 没想到周医师在帅气的外表下也还蛮变态的 而且还蛮敢讲的 对啊 还有收集牙齿的习惯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字齿是真的一定要拔吗 其实不一定 真的吗 如果你的字齿是长得很正 而且有咬合的功能 然后你可以刷得很干净 其实不一定要拔 只要长得正的字齿就 对 像我水平字齿就是必须得拔 这可以不拔吗 反正就买在里面啊 你说水平字齿不拔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因为那种字齿也蛮容易发言 是会发言这样子 你是不是有 有我现在一直不敢去拔你知道吗 我有两边 然后一颗是长正的 一颗是歪的 可是真的就是说会里面可能会住掉还是 对啊对啊 对啊 因为那个里面比较不容易刷干净 对啊 我已经开始注意还是早一点吧 那我等一下可能直接去找 这个找医师 对 现场看诊时间 现场看诊时间 我超怕真的超怕拔字齿 我觉得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 其实我当时拔的时候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真的没什么痛觉 所以牙医师都说你不会痛吗 我之前去角症牙齿 虽然医师刚刚说了 看不出来的角症 对 我角症拔了三颗 然后每一次打麻针都痛得跟什么一样 我想说那是正常的吗 还是医生这个技术 不会啦 现在的牙医师大部分技术都还蛮好的 那应该是我那时候年纪还小 技术还没有 我们刚刚其实有在跟赵医师聊到啊 就是在弄牙齿贴片 现在很流行的 贴片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困扰是 我非常爱喝咖啡 等一下不准看我牙齿 然后呢 就很怕牙齿晃掉这个问题 结果刚赵医师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怎么看你贴这牙齿贴片贵不贵 可以请赵医师来说明一下吗 通常陶瓷贴片的话 我们就是比较适合的病患是有矫正过的 矫正过的 就像若薇这样就是他可能牙齿 就本来就比较整齐 而且以前做传统矫正的话 我们牙齿稍微会被拉得有点内缩 所以那这样做陶瓷贴片的话 我们牙齿表面磨掉的法朗质量就会很少 你看我马上被洗 我现场被洗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矫正过牙齿 然后就是也是牙齿是有一点内缩 所以其实像我这样子 刚赵医师说会比较便宜 对就是因为难度比较低 所以比较好贴 那像子鹏这样就是你的侧门牙齿 是别人跟门牙有一个建局 侧门牙跟门牙 侧门牙比较内缩 就是有点往内勤 然后门牙比较突出 那这样子的话就门牙那两颗突出 可能就会磨掉的量比较多一点 真的是好专业 一般真的是一般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牙齿 都会觉得这次有戴过牙套 有矫正过 就是没有那种什么虎牙或歪七牛 可是我刚刚赵医师很厉害 他一看就说 我知道你有矫正过 就是很久以前 七八年前 九年前十年前 他其实都不知道 应该是 因为你没有带维持期 所以才看得出来 包括你知道我下面的牙齿里面是黏铁丝的 然后那个以前医生说 我要终身要这个铁丝不能拔掉 现在还要 现在还要 有点恶心 真的有耶 赵医师你有看到吗 有啊有啊 现在矫正几乎都会这样 在内侧黏一个铁线 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牙齿其实中期医生 他都会移动 就是不管你在几岁做矫正 你矫正完之后 就是必须要带维持期 一定要带 对那因为像这样子的维持期就是固定式的 就是因为有些人做那种透明的维持期 他可能会忘记带 我就是啊 我也是 所以做这样固定式的话 就是可以避免你忘记带 哦 但他也不能说什么时候把它拆掉 比如生锈啊 最好是不要拆 因为其实牙齿就是会一直移动 就会移动 一辈子都会动 哇塞 那我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先进的发明 就没有贴这个贴 没有没有我那年代就是缩胶的维持期 我有点伤心 我们 蛮近的蛮近的 蛮近的蛮近的 好那其实看得出来吗 赵医师动不动都在看人家牙齿 第一眼就是 第一眼他就会看 那我自己额外好奇一个问题 对 你在看女孩子的时候 你第一眼是不是就是看牙齿 女孩子 对啊对啊没错 很可怕 因为正常的男生第一眼怎么看眼睛啊 先看他眼睛我们就看你 还是看曲线啊 哦哦是这样子 可是我也是看牙齿其实 你也是 就我自己不喜欢 我小时候是那种有点爆牙这样 就它是外 就是两个外帆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讨厌我的牙齿 所以跟我有一样的牙齿的人 我也不太就是 不会到不喜欢 但就是会不会就是 不会是另外一半这样 好那我了解了 就是大家现在如果呢 心目中有爱慕的男生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牙齿 牙齿 有哪有这么多男生在看牙齿 这我倒是不知道 对 我许牙齿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你笑起来好看的 心脏 那会不会也影响到 譬如说牙齿乱 然后导致你的下巴也跟着 对 因为牙齿其实本来就会影响脸型 就像很多的女艺人或女明星 做完矫正之后 其实她脸型会发现很明显的有变化 对 甚至很多人会以为是去做了整形 或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 诶赵律师之前我看过有一篇报导说 用嘴巴呼吸会导致脸的形状不好看是真的吗 是啊是啊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小朋友小的时候 就会慢慢的去改善他口呼吸的习惯 对 因为口呼吸的人 他舌头会不自主的往前顶 所以前面的门牙会很容易往外飙出去 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爆牙的小朋友 其实都是因为口呼吸的习惯造成 口呼吸是指说平常这样讲 就是用嘴巴呼吸 对 不是用鼻子 鼻子过敏啊 或是鼻塞的小朋友很容易就会用口呼吸 赵律师我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用嘴巴呼吸还是用鼻子 你应该是 看起来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矫正前的样子 这样很难判断 因为你已经矫正 但是我很常用嘴巴呼吸耶 可是我发现会变丑啊 对 真的 这是我看国外的一个报导 就是他们有一对姐妹 一个是用嘴巴呼吸 一个是用鼻子呼吸 一个是用鼻子呼吸 然后没有 不是姐妹是双胞胎 就他们长得完全不一样 就是用鼻子呼吸的那个长得漂亮很多 因为口呼吸它会影响到我们小朋友中脸部的发育 所谓中脸部就是眼睛跟嘴巴之间 这个鼻子这一块的发育 是指说这个 那如果我是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这样也不行吗 就都要用鼻子 鼻子吸气嘴巴吐气 就深呼吸之类的 你就不能用鼻子呼吸吗 只能用鼻子呼吸啊 最好是这样比较好 你就不能正常一点话 对你不能这样吗 我记一下 但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是过敏很严重 然后会鼻塞 我就是都用嘴巴呼吸 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会变丑以后 我就逼着自己 赶快去把鼻过敏什么治疗号 然后开始去用鼻子呼吸 请好好学习 他现在是在操吗 对啊 因为我真的是鼻子 我到现在其实我没有鼻子通过的一天 那你必须要去治疗 说真的会影响很大 也会影响到你脑子的清晰程度 所以你看像我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看嘛 就代表我本来一定真的是摔到不得了 是这样吗 子蓬 你看他现在脑子没有很清楚 他忘记下一件事情 下一件事情是什么 要来介绍 好像太好了 医师在求学的时候 就说要求学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是台大了 他休学要考牙医 考了四年 还是没有考上 但他执着就是要考牙医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他本来是台大已经考上台大 牙医真的不好考 然后立志考牙医 然后考不上 然后到其他什么 其他医学院的牙医 他也不考 他也不去 然后就考了四年 然后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到毕业 他还在重考 他就是要读台大牙医系 对很坚确 为什么呢 就是真的有差吗 他有考上其他学校的牙医系吗 他就是非台大不念的 他就非台大不念 然后他就是有台大情节吧 就是台大情节 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我当时 国中其实曾经有一个 班上有一个女同学 她以前都是全校第一名 然后她 我都是通常都第二 所以我很清楚记得她第一 然后那个时候 我记得她大学考上高一医学系 然后第二年考上北医医学系 但她就是要考台大医学系 第三年就被她考到 就真的考上 对 就除了这个名字之外 真的是台大医学系 有比例其他的 真的会就那么厉害一点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台大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对台大是有迷思 还是有这个 是有迷思的 可是其实我个人 我真的觉得是个人比较重要 就听到台大这个词 就已经很熟 你如果在台大 然后结果你整天呢 就是躺着 然后翘课 干嘛去玩 我觉得也不见得 会比其他学校的很厉害 是吧 确实确实 台大人真的 真的没有特别厉害 我觉得台大能够考进去 你肯定原本是比较厉害 但是你后来出来 有没有比较厉害 这个就很难说 是吧 那就我们好奇 这个赵医师 也在求学的时候 是 就是虽然不是在台大 对吧 是在台北医学大学 对 怎么度过这个牙医的 学生时光的 其实我们牙医系是念六年 跟医学系不一样 医学系是念七年 那我们六年的期间 其实最后一年 是在医院实习 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就是在医院 一定要 所以你等于大一到大五 我们就是在大学期间 是待了五年 那其实跟所有大学生一样 只是我们的课业 比较繁重一点 对 所以医学系的学生 通常就是会比较需要一些 疏解压力的方式 像我自己是 因为我很喜欢运动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有参加篮球队 对 然后我本身也很喜欢游泳 从小就学游泳 所以大学的时候期间 只要有游泳比赛 我就会去参加 那我觉得运动其实就是会 疏解我在课业方面的压力 可以 可是你知道课业那么繁忙 你还有时间去从事这些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就因为跟一般的大学生一样 你总是会有期中考 期末考 中间总是会有比较 不会那么繁重 考试没那么多的期间 你还是可以去练球 还是可以去做这些运动 所以赵医师其实是打破我们 对医学系学生的刻板影像 本来觉得说应该就是 每个医学系 背后都有一大跌比自己高的书 然后想说找他出去一定说没空 结果没想到 其实课外活动还是蛮多的 应该是时间管理真的要很好 时间管理要很好 像我这个不是医学系 这个可能是政治系的 课业相对真的没有那么样的繁重 但是我也发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去玩啊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时间管理做好 时间管理上可能没这么好 对对对 就比较纯淺一点这样 开玩笑 我们来看一下赵医师求学时候的照片 对还有吉他耶 右边那一张是比较近期的 就是那一张 脚是有受伤是吗 那一张就是之前脚受伤的时候 然后都会在家里练吉他 因为我小时候有学钢琴 有学吉他跟小提琴 天啊真的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理想情人 会看牙齿会弹吉他 会看牙齿 对 动不动就会拔你牙齿 对啊 然后你牙齿不漂亮 还会有人自动把你变漂亮 对对对对 然后重点是又可以运动 左下角这张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参加篮球校队 然后这是跟当时的教练合影 赵医师我发现你没有胡子其实也是挺帅的 而且其实没有胡子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对就是比较清秀一点 对对对 那其实胡子如果剃掉 其实差不多就都还这个 还是保持得非常的 对 其实我留胡子当初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 然后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其实蛮多就是婆婆妈妈会误以为我是实习 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有就是成熟的感觉 成熟一点 所以才留胡子 我有律师朋友也是这样子说 特别有胡子 会让客户或者是像病患会觉得不放心 觉得这么年轻可以吗 就所以要制造出那种权威感 对没错 真的有胡子有差欸 真的有差 就像以前我在主播台上的时候 也是留胡子这样 不是我没留胡子 我粘假胡子这样 对对对 然后结果观众就会说 为什么你头发老是要吹这么蓬 然后看起来年纪比较大 可是其实也是为了要给人家那种权威感的印象 但其实那时候是还很年轻这样子 对可能就是18岁的时候 那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好 那我们打开看 口上角这个时候是 这个时候我记得是国小的毕业旅行 你国小就这么高 这一个对吧 你太惊人了吧 我国小毕业167公分 你国小毕业 我有点生气 我国小毕业大概140公分吧 我大概140 我不要说好了 可是我觉得我是比较早长 对因为比较早熟 然后像我现在181公分 还是很好 我国小毕业到现在只长了14公分 够了啦 所以说太高真的是 我先出去了 对啊 你看像坐这个椅子就要特别 我们就要一直调低 就化解了让人愤怒 所以这是国小 对啊 这是高中 其实多运动我觉得还是有差 运动 然后又把牙齿弄下 还有饮食吧 饮食习惯 有没有说吃什么东西对牙齿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其实蛮多的 对啊 牛奶啊 然后小鱼干啊 豆腐啊 青菜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饮食均衡 对牙齿是有 对牙齿的发育还是有帮助 但是当然是越小的时候去培养你的饮食习惯 这样比较好 如果你小时候从小就牙齿都已经很糟糕了 很糟糕了 然后你到三十几岁你才开始吃这些营养的东西 也来不及了 牙齿其实已经发育完了 那我只是如果是外部就外观的部分 有说吃什么东西要比较可能会让牙齿变黄 或者是变不好看或者是变 其实就是有色素的东西少吃 就像咖喱啊 红酒咖啡这种 就是喝完的话尽快的用清水去漱口 会比较好 如果我刚刚有特效的话 我这边有三支箭已经穿在这里 我都不敢笑 旁边有时候喝茶 我平常很爱喝茶是不是也会 喝茶也会 而且其实我习惯算很好欸 我就是我喝酒喝咖啡什么 我会去刷牙 但我发现还是会晃 真的会晃 而且怎么刷都刷不白 因为我们的牙齿表面 就是大家看到白色的部分是法郎值 那法郎值其实你用放大镜或显微镜去看 它其实上面是有小小的孔洞 所以这些色素是会跑进牙齿内部的构造 所以你用表面你用再硬的牙刷 或者是去用什么美白的牙膏 或是颗粒状的牙膏 那是都没有用 那有说全什么牙刷 真的对刷这个牙可以刷得比较干净 牙刷比较棒 牙刷的话我们一般现在强调的几个重点 就是一定要头要小一点 头要小一点 刷头要小 因为后面的旧齿比较深 所以你如果刷头太大的话 很难深入到后面 而且牙齿的表面它不是完全平滑 它是有转角的地方 所以你的头越小越容易深入到内部 那电动的会好一点吗 对我也想问这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手动刷干净 不一定要用电动 因为很多人觉得电动一定会比手动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 噢差不多 也不能说噱头 电动牙刷当然有它的帮助 比较方便 因为它比较能够刷到牙齿跟牙齦交接 噢凤的地方 对所以如果你的手部的技巧很熟练 其实用手动就可以 不一定要花钱去买电动 但是如果你能够买电动 当然其实对你的刷牙一定更有帮助 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你的动作确不确实 动作不确实 电动牙刷都救不了你 因为刷法说不要这样刷了吧 要上下 其实横向跟直的都要 因为它两个是刷不一样的地方 你横向可以刷牙齿的表面 可是垂直通常我们是刷 缝隙 就是缝隙跟牙齦跟牙齿交接的牙齦勾 那边是最容易产生牙圈般堆积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刷得很干净 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另外就是刷毛要选软一点 软刷毛 硬的不太好 硬的比较不好 会比较伤表面的 对比较伤表面 也容易造成牙齦萎缩 可是我像我用我平常 我前陣子去饭店 我拿他们的牙刷刷 我不知道为什么刷完 我牙齿超痛的 牙齦整个刷 因为他们的刷毛比较硬 这个我就知道 是因为刷毛硬的关系 都比较硬 而且他们的那个材质 跟我们一般在超市 但是还是什么 什么康世美什么买的牙刷 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个刷毛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牙刷还是不要省 你就是定期三个月左右 就要去买 然后买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试一下 他的毛是不是够软 对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的妈妈 她有一个非常良好节省的习惯 就是她就外面住宿的时候 她就会收集那些免费的牙刷 拿回去用 拿回去用 跟我的妈妈一样 对其实这样子是最好不要的 对 对因为其实那个刷毛 她就是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她就是给你暂时性使用 那会分这个刷毛 譬如说有一些牙刷 就是里面刷毛会有多很多 就是比如说表面凹凸不平 或者里面加一些什么 那个是 其实他们都 厂商都会标榜有各式各样的用处 但我提供给大家选择原则 就是说你刷毛当然不能全部都一样皮 不能一样 最好有一点层次这样 有长有短 但是刷毛也不能够排得太密 也不能太密 对因为刷毛如果太密的话 就是你密密码全部都是刷毛 可是你在刷的时候 你的牙骏斑或是一些掌屋 它很难就是有空间去把它排除掉 这个算是蛮颠覆我们大家的想象 应该一般人会觉得刷牙 那个刷毛会越密也好 密一点可以比较紧致的去刷牙齿 对结果不是哦 你还是要有一些适当的东西 要有一点空间 但是也不能太大 对啊 好那刚刚赵律师说了那么多 其实我们还有一支非常精彩的 教大家怎么挑选牙刷影片 一起来看看 我们先看影片吧 牙刷的部分 像这种是属于手动式的传统牙刷 对 我们选择上就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头要小一点 头要小一点 对 像我跟韦如现在手上拿的 这三支 这三支牙刷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我手上这支的头比较小 你是很像小朋友 对 但是其实后牙的旧尺的死角 比较小头的牙刷才比较好 深入进去做情节 对第一个就是头要小 那第二个就是毛要软 是 基本上我们会建议选软毛牙刷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其实不完全只有刷牙齿嘛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牙周病的 呃 关键的地方 牙齦勾 牙齿跟牙齿对 交际的地方 我们会斜45度去刷 是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 我们选的毛太硬的话 你就会容易刷伤我们的牙齿 嗯然后就会可能流血 没错 所以软毛这很重要 所以这三支 其实你这一支好像感觉起来比较硬 你看那个刷毛的感觉 对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三支 我觉得都 都不太完美 对 因为 呃中间这支的刷毛是最软的 嗯 可是它的头有点太大 太大了 对如果把这两个综合一下 应该会比较好 刷毛的尖端跟刷子 刷的握把部分 我再来讲一下 就是 呃这一支 颜色比较不一样 它的刷毛有点锯齿状 嗯 那这种牙刷 它的设计就是像 有一些病患可能牙齿不是那么整齐 牙齿有 甚至有一前一后的问题 嗯 撑姿不起的牙齿 比较适合用这种锯齿状牙刷 哦 但是我们正常 譬如说我们牙齿是整齐的 对 刷毛的 刷的握把的部分 对 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 这样就没讲一样 对 就是 有一些市面上的牙刷 它会号称它的握把非常的有弹性 有弹性 对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当你握把越有弹性的时候 你在刷 有时候你想要的力道 有时候会不小心太用力 因为它有一点回弹 所以你没有办法 施力到你想像的那个位置上 是 对然后有时候太硬的部分 它没有弹性 你后牙的地方 有一些死角你又刷不太到 刚刚看到了 好多牙刷 挑选牙刷 它有很多小撇步 有很多学问在里面 对那我们就想要问一下 赵医师说 比如说我们一天到底该刷几次牙 我们刚刚很confused 想说那这样子是刷越多越好吗 其实理论上是吃完东西 30分钟就要刷 所以就看你一天吃几餐 但一般通常大部分的人都吃三餐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最少要刷三次 至少要三次 对然后我觉得刷牙还有一个重点 主要是刷的时间要够久 一次大概 对就算你刷了十次 可是你每次只刷一分钟 那也没有用 因为刷的时间要够久 你才可以把每一个死角都刷干净 正常来说要刷多久 我觉得三分钟以上 三分钟 我回去算算看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刷多久 我自己实测过大概是三到五分钟之间 为什么好像一分钟就结束了 你这样不OK 我就想 对然后主要是刷牙还要搭配牙线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牙线 牙线 感觉不是很多人很像没有在用牙线 就是刷牙线棒 牙线棒可以吗 牙线棒 牙线棒比较不建议 因为牙线棒是固定的单一的线段 那除非你全口用很多根新的牙线棒 不然你很容易把这边的藏屋 带到另外一个尺缝之间 那这样子也不好欸 所以其实还是要很谨慎的 用牙线 然后你可以 没错 那都是新用干净的 对 牙线呢 像我老爸吃完发现牙线 这不太好 牙线也不太建议 对啊因为它比较硬 而且牙线其实也无法伸入尺缝 因为牙齿跟牙齿相邻的那个面 牙线也进不去 是牙线才进得去 所以每一次刷牙搭配牙线 我家有漱口水 漱口水有加分吗 漱口水有 但是不建议每个人都去使用 这个还是要咨询过专业的医师 不建议每个人都去用 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牙周病 比较严重 他牙周 口内牙周病的细菌比较多 那我们会建议搭配一些漱口水去使用 或是比较容易住牙的小朋友 我们会推荐使用韩佛的漱口水 韩佛的 但是如果一般正常 如果你的就是牙齿口腔健康照顾很OK 其实不一定要用到漱口水 其实就还是去问医生啊 你看牙医的时候要顺便问一下 最重要就是不能省的两个就是牙刷跟牙线 这两个是绝对不能省 但其实平常去看医生 医生其实也不会讲这么多 他就是说 洗牙喽洗牙喽 你问的话我相信医生还是会说 就是要主动去问 只是一般来说我们好像也不太会去问到这个问题 对不会问那么细 一般人也不会问 那如果说譬如说我真的是非常做到 我有牙刷牙线牙刷也都挑刷毛软的 然后间隙不会太密的 所以都很定期刷一次都三分钟以上 那我这样有需要去洗牙吗 当然要洗牙 是为什么 因为洗牙其实重点不是把牙齿表面洗干净 重点是把牙结石洗干净 洗牙是洗牙结石 就算你刷得再干净 其实牙结石还是有可能会产生 对 因为牙结石怎么产生 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说 牙菌斑在口内 就是你的细菌 去利用食物的残渣 形成的一个薄膜 叫做牙菌斑 那牙菌斑碰到口水里面的矿物质 它会钙化 它就会变硬 它就形成一颗一颗像石头一样 那我们去洗牙的时候为什么洗到 会有 嘴巴漱口会有一颗一颗小石头 那个就是牙结石 那那个是必须要除掉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除掉的话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牙周病的问题 但我们自己刷牙的话 是没有办法处理掉牙结石 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 牙刷一定刷不掉 因为它很坚硬 那像我小时候 我的萎牙上面有黑黑的那个纹路 那个是会是 黑黑的斑点或纹路 对 那个是口腔里面的某一种细菌 那是牙菌斑吗 那种是类似牙菌斑 但是它对牙齿不会造成伤害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我就拿美工刀开始刮 其实蛮多小朋友都有这种问题 但是其实那种细菌它对我们口腔 就是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破坏 它不是牙周病的致病菌 它也不是造成蛀牙细菌 它只是造成你牙齿上面有斑点不好看 但应该还是不建议拿美工刀可以刮吧 我之前那时候刮完 我喝水啊喝凉的都会痛 就是会有敏感 因为你刮伤法郎子表面 你就有可能造成里面牙本质会外露 那牙本质小鬼外露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敏感 好小朋友千万不要学指头哥哥 真的不要 不能乱拿美工刀刮牙齿是不行的 好那赵医生你有没有建议说 比如说我们定期多久洗一次牙 还是定期多久做一次检查 一般人都会建议是半年 就是每六个月 因为现在健保署也是有给付六个月就要洗牙 那有两种族群的人会建议三个月洗牙一次 第一种就是亚洲病的患者 如果医生已经告知你你有亚洲病 那你其实建议就是三个月一定要洗牙一次 定期检查 三个月 因为亚洲病蛮容易复发的 那第二种族群就是孕妇 所以怀孕的妇女现在健保署有给付是三个月洗牙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怀孕期间 孕期的时候我们黄体基数会上升 那黄体基数上升的时候 口腔内的细菌特别容易滋生 那就会很容易造成 像以前古时候不是都会有人说 怀一胎掉一颗脸 那其实就是因为古时候他们的人 当然这些知识不是那么齐全 其实就是因为口腔内的亚洲病细菌在滋生 那很容易造成孕妇会产生牙龈眼 牙龈眼之后就会产生牙周病 天啊我有点 shocked 原来是因为这样 而且我现在想知道 原来洗牙也牙齿不会变白 对啊 是洗牙结实 它不会让牙齿变白 变白还是要做能光美白啊 我想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我们自己可以尝试让牙齿可以变白一点 或者是自己在家做的话 就是做居家美白 就是做居家美白 因为它是符合你的牙齿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把美白药剂挤进去 然后自己回家带 它的药剂的浓度比较低 可是你带的时间够久的话 还是会有美白的效果 只是还是要定期啦 你如果说三天补鱼 两天就带往症不行啦 可是我现在坊间有很多牙膏 那些美白 那个是真的有效果 通常坊间美白牙膏 通常就是里面会有这些磨砂抛光成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有些人喝茶或喝咖啡 上面有一些色斑 如果只是在法郎子表面 你用那种美白牙膏去刷 可以刷得掉 但是你要 你如果要用牙齿整体的颜色 整个变白 它需要靠的是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它必须要靠的就是美白药剂 居家带的或者是照光的那种美白药剂 都可以造成牙齿的氧化还原反应 去把里面的色素代谢出来 所以它就不能说单纯是用美白牙膏 去让它变亮 还是要有那种化学作用的东西 但这个是美白之后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保养它 它还是会再还回去 对 没错 其实这个都要定期做 所以牙齿其实是很花钱的 如果要把牙齿真的要顾好 没有爱漂亮的话 你就是对花钱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那牙刷累了多久 要怎样才可以知道 它要 一般我们会建议三个月更换一次 如果它还很新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有去实测就是 有些牙刷它表面的刷毛并没有开掉 三个月之后 其实我们去测 其实上面的细菌量就非常的多 其实比马桶还要长 你应该有看过这个报道 就是你用的牙刷 其实比马桶还要长 所以建议三个月还是要更换新的 三个月 而且牙刷不能放浴室 因为有时候浴室晚上灯关了不知道 那个排水空会跑出蟑螂 然后就真的会爬到牙刷上 我没听过这个说法 你现在认真了吗 有一次晚上我要去上厕所 然后我就去浴室 然后我就开灯就看到有蟑螂在我们的上面 所以我从此之后 我的牙刷都不会放在我的那个 我都会带回去收拾 我会有点被吓到耶 但有可能是我家比较脏一点 我家目前没有看到 真的吗 没有看到小强哥吓我 所以三个月 所以这是个人的卫生习惯吧 这是那个新北市公寓的问题 公寓的这个排水 其实现在有些牙刷 它不是只有那个保护套吗 保护套 对透起来应该还好 对对对 但应该还是要弄干 我们会建议把它弄干 对因为厕所它毕竟比较潮湿的环境 比较容易造成细菌滋生 所以就是把它封干之后 再用盖子套起来 比较不会有蟑螂的问题 但我觉得个人卫生还是蛮重要的 对个人卫生真的蛮重要的 不小心讲出了一个 这个丢脸的小秘密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理想情人职业 所以不免俗的 我们就要来问一些有关于就是 牙医师喜欢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呢 一一人银行也跟迪卡 做了一个合作调查 就是大学生心目中 最理想的情人职业 然后当然呢 医师也是名列前茅 然后呢 所以有很多人会想问啊 说牙医师的收入真的有那么高吗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对我们就从一个牙医师 就是刚从医学院毕业来开始讲 就是我们刚在实习的时候 可能一个月大概就是 一两万块的收入而已 在实习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 因为实习医师是 还没有拿到正式的医师执照 所以那个其实有点像是补助金 就是补助你在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学生身份 我刚刚有说 六年的那周六年 第六年的时候你是实习医师 对所以你其实算是 现在叫做实习医学生 对他其实还算是学生身份 所以会有医院的一些补助 这样子 大概一两万块不等 每个医院不一样 那实习完之后 如果顺利的考过国考 拿到执照 就是拿到牙医师的执照之后 我们通常会有几种选择 就是有些医师他会直接进入职场 就是直接到各大诊所去看诊 那有些医师会想要留在医院里面继续静一静 就是在医院里面的牙医师收入大概就是五到八万左右 对那如果是在诊所 当然就是看诊的时间的长段 对我们通常会讲 早上中午晚上各有一个诊次 就是每个诊次大概就是四个小时 就是说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算是一个诊 那下午两点到六点算是一个诊 然后六点到十点就算一个诊 就是早中完诊 假设一个礼拜你有看到十二个诊 就等于十二个诊 就等于你每天的下午晚上都在上班 都看了 一个礼拜只有修一天的状况 一个牙医师大概拿到十几万收入是 是OK的 这也很好 听起来很累啊 但是不是拿工师 还有精神难怪 其实牙医师是很辛苦的一个职业 跟大家想象中不太一样 一天啊有没有最高记录 什么时候最多病人看过牙医这样子 你说什么时段通常病患最多 累积到一天你可能最多会看了几个 我之前曾经有一年的端午节 端午节 然后从早上中午晚上 我总共看了47个病患 47个 那为什么是端午节 因为端午节那个时候就是我们 我当时待的诊所刚好只有我一个医师在值班 你一个啊 所以我一个人就是负责全诊所的病患 然后病患就是会来挂号 因为端午节其实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病患会那么多 因为很多人吃了粽子之后不夸张 因为牙齿发炎的 然后糯米卡到那个柱牙的洞里面的 这么恐怖 然后整个发浓的之类都会来 所以各式各样的疼痛都会在当天出现 真的是吃重症 在假日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 所以端午节算是看牙医的高峰期 端午节跟过年的过年后 就是会大吃大喝的时候 之后都会产生一些一波的疼痛草 就叫大家好好刷牙 那像赵医师这样 你一天如果看这么多病患累积下来 是不是会有一些职业病 对啊其实不瞒各位 我上个月其实我才去打针 因为我的颈椎的第五节 椎间盘突出 然后已经有产生骨刺的现象 但是它是软骨刺 就是年轻人比较容易产生 还可以处理的 所以我是使用真身疗法 就是抽自己的血 然后离心取出血小板 加生长激素之后打回去 然后再搭配一些物理治疗 比如说热敷按摩这些 才慢慢比较好 因为那几天 其实上个月那几天 我是脖子没有办法伸直 而且这个已经到坐立难安的程度 因为连睡着的时候 你躺着 压迫到其实都会痛 不舒服 这是牙医师一定会面临到这个伤害 牙医师通常都很容易产生 是因为你要这样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工作知识的关系 因为病患都是躺着让我们看牙齿 然后我们会维持同一个姿势 脖子低 就是这样子低着 然后可能二三十分钟以上 所以当你维持同样的姿势 这么长的时间 就一定会出问题 会造成直接伤害 你也不可能跟病患说 等一下我去运动一下 那病患坐起来一点 这样也是不行的吗 有些病患他没有办法躺太低 就像我其实看过很多病患 都是年纪稍长 可能60岁以上的叔叔伯伯这样 他们躺到太低的时候 他们会有头晕 他会不舒服 对所以他们让他们躺下 躺到一个程度 他就会说好好医师 我这样可以 我不能再躺低了 那我们为了配合这样的病患 我们只能就是 藉由一些辅助的工具 就是说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自己的抑制 或是像现在很多牙医师 都会戴放大镜 然后戴在眼镜外面的那种放大镜 可以放大视野到2.5倍左右 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维持自己上半身是挺直的 那你还是得低头 你不可能是台中 可是你还是得低头 所以牙医师真的是标准的低头 真的是低头 哇这样低一整天真的是 这没办法 医者父母性 你也不可能说病患说我躺着不舒服 然后你还硬要他躺 一定是医师会来配合 没错没错 想到跟我读书的时候一样 每天低了20几个小时 真的真的真的 这算是台大学生的职业伤害 那其实像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口臭 不是 你会很好奇 就是一定会有 会不会有那种女病患啊 看到哇医生这么帅 然后结果就开始很爱慕你 然后做一些什么疯狂的举动 你有遇过 其实女病患的就是所谓的爱慕或追求 其实蛮多 很多人都会送卡片 送一些小蛋糕 这些都是属于很正常 我们都很能接受 所以有不正常 有那种比较疯狂的追求者是 我最近有遇到 哇就在最近咧 最近他就一直幻想 他是我的老婆 我的天啊 对然后他就到处跟别人说 就是我都不理他 然后他每一天都会私讯我 然后每一天写Email给我 即便我都把他设成黑名单了 然后他就开始骚扰我身边的人 这好可爱 包括我现任的女朋友 其实也常接到他的骚扰的讯息 就说你为什么抢走我的老公啊什么 然后他常常会突然在我下班的时间 跑到诊所门口来等我下班 这真的没有犯法吗 对然后我们下班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护士就会跟我说 诶赵医师你先不要下楼 他在楼下 然后我就可能就会从别的地方 后门偷偷离开 因为真的 我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这很吓人 对有点热情过度了 哇这样讲出来 他怎么他如果去后门等你 其实我就是故意在这边讲出来 我希望他可以调整 因为其实我有透过关系去 就是想要改变他 就不要让他不要再做这些行为 但是他爸爸好像也管不住他 就他们家的人都没有办法管他 所以 这样子真的会造成困扰 蛮困扰的 而且赵医师其实 其实今年即将年底 有机会传出好消息啦 是不是有跟女朋友求婚 然后状况还不错 对就是没有 还没有求 但是就是有在计划 在计划下去 因为目前就是算交往的蛮稳定 算交往蛮稳定 你知道赵医师的另一半 其实我就不用特别讲 大家知道他的另一半就是艺人 然后我是在想说 你如果说今天 你不是跟艺人交往 你是单身的状态 你会考虑跟同行的人谈恋爱吗 同行就同样是牙医师的女生嘛 其实我本身不会考虑 对 因为我就是觉得牙医师的工作 其实是很多的辛苦 然后很多的压力累积 那你在工作一整天结束之后 你回到家 我会想要去抽离那个环境 所以我会想要一个 不一样职业的人 可以听听我这个职业 有什么样的心酸 那如果是同样职业 他当然可以很能理解 可是我会觉得 那回到家 他两个人围绕的话题 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今天看了什么样的病患 我今天看了什么样的病患 那我觉得就 生活少了一点新鲜感 那有喜欢比较什么类型的 会是 你觉得他现在能够回答什么 对对对 那你觉得其他你的同事们 会喜欢什么样类型 牙医师通常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我觉得牙医师 大概喜欢的女生 都是有气质的 然后笑容甜美 哦 主播了 主播我觉得是 然后再来就是空姐 其实蛮多我们 就是要有亲和力 空姐要有亲和力 对 喜欢笑起来有亲切感的 哦 那如果我会直接这样子的笑容及格吗 当然啊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不过这个 赵医师的那个理想情人呢 我们还是可以上网搜寻 APPXX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没有就搜寻 赵国祥医师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的理想情人长什么样 好不好 好 那其实呢 说到这个理想情人职业啊 大家都会幻想说 哇牙医师薪水很高啊 然后可是其实 他们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所以 你要成为牙医师之前 跟你想要交一个牙医师的 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 都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是 可不可以跟你现在年前讲一下说 如果你要成为牙医师的话 你会面临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必须克服 其实我觉得要成为牙医师 首先你必须要 当然要很用功念书 对 考上医学院 那再来就是 考上医学院之后 其实我们到 一直到毕业这个阶段 你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那甚至毕业之后 因为牙科的技术 其实日行月异 对 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机器 或是不一样新的技术 一直不断的在推陈初心 所以你要实时的去进修 你知道我身边很多牙医师 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假日休息的时间 因为通常学会的 办的一些课程 或是讲座 或是一些进修的课程 都是在假日 那我们通常都会利用假日 再去进修 所以当牙医师的另外一半也很辛苦 因为他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陪伴 所以不管你是要成为牙医师 或是要成为牙医师的另一半 其实你都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工作虽然表面光纤亮丽 可能有不错的薪水 但是他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很多的辛苦 对 所以其实就像超医师讲的 你当医师的人 你一定是不断的进修 越科技日新越异 技术才会跟得上这个疾病 什么的出现 而且其实医材也是一直在进步 对 就要一直跟着学习 所以 是说有没有就是 只有跟牙医师交往 才能享受到的幸福 你真的只能选择牙医师 就可以帮你免被洗牙 我觉得只有跟牙医师 才能交往得到幸福 就是看牙齿 就是看牙齿 对 比较不用预约啊 因为 在家就帮你看 对 因为我们可能 我如果女朋友牙齿痛 我当然就是 就算假日我也会去 开个 把枕间打开 帮她看枕 对 但是因为你平常 你如果要去预约看牙医 通常都蛮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预约很麻烦 每次都很忙 所以你可能都要等两三个礼拜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想看就看 真的啊 对 这非常困扰 不过 赵医师我想要问一下说 也有很多人觉得说颜值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求职上或者是工作上 是不是会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我在医院的期间还有求学期间 我觉得其实比较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对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其实学长姐都会比较疼女医师 如果以实习医学生来说的话 通常学长姐会比较疼女医师 比较照顾她们 那男医师通常就是 就是你们自由发展 那尤其是长得还不错的男医师 通常有时候会被学长可能看不起 或嫉妒 或去打压 就反而觉得是减分 真的很假的 但是毕业之后 当然你进入到职场之后 你面对的是病患 其实当然长相OK 不错的话 定时确实是会加分 因为很多婆婆妈妈 她们会觉得你不错 想要帮你介绍 想要帮你介绍 像我还单身的时候 其实很多婆婆妈妈 会想要帮我介绍女儿 给我认识之类的 想必是 那也会介绍身边的朋友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是加分 但是你要已经在职场累积一定的经验以后 长相会加分 你是实习医师什么时候 可能没什么用 对啊 前例就是说 还是实习医生还是学生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弄太帅 会被打压 对可能会被嫉妒 对 等你这个大家都变好朋友之后 开始哇开始帅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道理 有的时候呢 反而你要把你的锋芒收敛一点 不然你就知道枪打 是枪打出头鸟是不是 对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赵医师分享的经验 也是蛮宝贵 今天真的是听了好多 包括我自己也做了超多笔记 对啊 那最后再来请问一下赵医师 就是如果说现在因为刚毕业季结束 对 那现在有很多大学生 他想要加入可能医学 或者是牙医这一行 如果说想用一句话来鼓励他们 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一句话来鼓励 来加入牙医师这一行 对 对 一句话就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对 好像通用于各行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对 再一个 好官腔 对好官腔 再一个这个 细利一点 直白一点 直白一点 切入点的那种 切入点的那种 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才可以 这样怎样怎样 就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哦 因为我觉得牙医师的收入其实range很大 就是像很多人听到牙医师可能有人收入百万 月入百万的 我确实有听过 有一些前辈确实有赚了 月入百万 对 有人月入百万 但是相对是占非常非常少数 所以你 你如果想要这样的薪水 这样的收入 你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时间 对其实这就跟业务一样嘛 对 你有听过那种 超级高收入 超级 对 Supercells 也有听过那种就是 可能一个月还要很苦 他还要吃泡面 对 所以各行各业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 那当然也都会有成绩很好跟成绩很不好 所以你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人 你就必须自己付出努力 那像是你现在是自己开业 是 跟你在以前在别的地方任职 当员工你觉得差在哪 我觉得差异其实蛮大 就是说自己开业当老板 其实压力比较大 反而收入当然是比较高 但是压力其实相对也大很多 因为你必须要承担很多责任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底下有很多员工需要管 对 医学院的学生其实从小到大都很会念书 可是管理人才这一块 其实 这个应该没卸过 这个我觉得是医生 你需要去进修的一个部分 对 因为诊所其实就像是一个小型公司 那你底下管的这些员工 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 升迁制度 你其实都要把它全部都规划好 那再来就是你也同时要兼顾 就是生意这个部分 不管是你的医财耗财 它的进货成本你要去管控 那其实这些部分都是医学系的学生 比较少去接触到的 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当然相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更多的压力 可是我觉得是开心的 因为很多事情你可以自己掌控 那当你给别人请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当然就是老板来决定 对 可是我觉得那段期间对我来讲也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累积自己的技术跟经验 然后你可以学习别人 别人当老板的时候是怎么样去管理这样子的一个诊所 哇 终于师的经验很宝贵 其实就是从你在员工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学习 看老板怎么做 那你学习到了以后呢 等到你自己出来创业当老板的时候 你要承担那个责任 对你可以避免以前你觉得老板做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避免掉 然后你再更精进 那我突然想一下就是如果以前这样当员工 你可能遇到不会的不懂的 或者是一些突然这个疑难杂症出现 你还有一个老板可以问 对 可是如果当自己当上的这个出来开诊所 那不会遇到那种去真的都没有看过 哇牙齿怎么变成这样子 就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你要去翻书 就真的是 对所以我诊所有一个柜子 然后那边都是放我的就是专业的书籍 那有时候当然你难免还是会遇到一些疑难杂症 对那时候就要赶快去翻书去找 对 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人可以问 你自己就是 你自己就是院长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 对啊 所以不管今天是要创业还是当员工都一样 员工老板都要不断的进手 一定要的啊 而且我觉得 道当老板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 谢谢赵医师 来到今天我们依依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如果大家呢 接下来毕业季对于这个牙医这个职业 你可能呢有向往 诶 其实有些牙医也有在针接 诊所助理什么 你也可以先去尝试看看啊 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大家呢对这职缺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上我们 111人力银行 然后我们明天呢 也有非常精彩的企业真材直播 也请大家锁定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赵医师 谢谢医师 谢谢 也谢谢子鹏 好那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